在海天一色游艇陪伴下 让人垂涎三尺的游艇海鲜美食任君挑选 用美食来犒赏感谢对现代老龄化社会 更有直接贡献的机优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特别是基隆市老年人口数比率越来越高 长期照顾也越来越重要 由基隆市卫生局主办的 基隆市第八届机优长期照顾服务人员表扬活动 除了用美食犒赏之外 更由基隆市卫生局长吴泽成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 基隆市医会议长命书等人颁发奖杯 致政给来自各单位机关的 机优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感谢也肯定大家在工作岗位上的付出和努力 不管是在各管那方面各管服务的人员 不管是在专业照顾的人员 或是生活照顾的人员等等 表达一个小小的心意 谢谢他们对于这些长照需要受服务的人员尽心尽力 而且充满了一个爱情 我们基隆市的一个老人状况 我们大概在明年的时候 大概明年底 明年底我们会到超高龄社会的一个标准 换句话说每五个老人 每五个基隆市民就有一个超过六十五岁 那这超过六十五岁里面的人 里面大概有一成的人 大概一成出头 会需要长照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说照顾服务员的一个训练 这个迫在眉睫 为了协助需要长照服务的民众 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不只需要专业知识和热忱的服务 有的更需要爬山涉水 到比较偏交的地区进行服务 更需要许多民间友善团体 在各方面的支援 有些不为人知的辛苦 在接下奖杯的那一刻 转化成为受到肯定的骄傲 接了十二个案子 包括在这个长照中心 还有社会处这个社工科 有转介近十二个案子 那我们协会支出的这个费用 也超过了大概一两百万这样 那我们就是一直投入 来帮助我们长照中心 还有社工科 帮助我们独居长辈做房屋修缩 让很荣幸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奖项 那在面对他们的时候 其实就会 他就会有点感同身受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一个家属 那所以说我在评估的时候 就会告诉我自己说 就是要设身处定的 尽可能去帮助他们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虽然今天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肯定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一个 有意义的事情 还是可以继续的一直做下去这样子 江星比星把服务的长者 看作是自己的家人来细心照顾 是长照服务人员共同信念 因为未来大家都有可能 从照顾长者 变成被人照顾的长者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我们下期五位就发现了